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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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在不停期待着 我想某一天的尘埃时刻 很想问到底为什么 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 总是遇到所谓的隐情咒 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 但是所以其实没什么 别再勉强自己去赢得 Love Myself 借借心态才是新秘密集 Care About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 成熟无需写思低利 小小小姐等成熟写字星 It's me 晴天动地 Love Myself 借借心态才是新秘密集 Care About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 成熟无需写思低利 小小姐等成熟写字星 It's me 晴天动地 你给我滚 我一天都忍不了你了 老重 你别喊 你身为一个财务 你一天天不干正事 你跟人策划 撒过什么玩意儿你啊 你这 你这查张的时候 你吃不了兜着都不你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你平常不挺能说的吗 八八八没完的你 你儿子了 当财务委屈你了是吧 哎呀我天 我重新做一份 重新做啥呀 赶紧拿东西滚蛋滚涂 明天不用来了 我 快点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 快点 老正你是不是忘了 咱俩说好的分工了 人身上的事我说了算 你现在把它开了 我上哪儿给你找个财务啊 你不懂 我这就是支持他粗心大意的毛病 我这也是恨体不成钢 妄子不成龙 铁鼠不磨不成针呢 你看着吧 他一会儿就回来找回来 太幼稚了 这跟下国男朋友说分手什么曲 嘿 这招叫欲擒故纵 你知道啥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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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收拾东西了 快去摸摸 你给她劝过来 让她几个检查得了 你不欲擒故纵吗 你自己去 不是我纵着去 你得给我请我来 快点快点 别扶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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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一个意识气啊 妈妈你没事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啊 是不是 嗯 哪算错了 算错了 再算一遍不就完了吗 哪日呢 哪日呢 谁懂啊 余总 火锅店的位置已经定好了 他们家的牛肚是招牌 鸭血和血血的评价也不错 辣的话就点牛油锅底 我一个四成人都觉得味道很好 小鲁好贴心啊 小鲁一直很细心 他不在的时候 我还真不适应 蚂蚁公司已经把合作的内容修改好 发到您的邮箱了 明天上午开婚会 我会提醒您看 他们希望尽快回复 嗯 好 好 方文的资料我查过 他们确实出的容在期 资金链断了 所以很着急谈收工 行 我知道了 另外 您让我买的东西已经买好了 将来专专地处理手续 买了什么 买了个房子 房子是东西啊 小鲁 今天没什么事 你一会儿停好车 你就下班吧 好的 你走 小鲁啊 我都惯坏了 五六七八 咱俩谁是谁的爹呀 我是你的爹呀 咱俩谁是谁儿啊 你爹是我儿啊 咱俩谁是谁的儿啊 来 早点了 来 太慢了 五六七八 咱俩谁是谁的爹呀 你爹是我儿啊 咱俩谁是谁的儿啊 你爹是我儿啊 咱俩谁是谁的儿啊 咱俩谁儿是谁的儿啊 我又没爹呀 我还你说完呢 你给我先接呀 我陪你呗啊 吴俊总 我跟你说今天 非得把这个文明白了 来来来来 老佑我跟你说啊 你啊 别害怕了 五六七八 咱俩好像特别多语 而且说他们这儿玩傻子 咱俩在游戏 他们那有点什么逻辑 你怎么明白了 没太明白 我看着还跳玩了 来人的世界真正的 幸可以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不然等收购了这个公司 再知道麻烦了 通知一下胡总和三孟 抓紧时间开入会儿 好 明天上午酒店 明天胡总要飞幕泥黑 今晚吧 好 好的 孟孟 不好意思 我得抓紧时间开个会 你跟韩美慢慢吃 尝尝换的衣服单啊 不知道 大吃饭啥呢 这样吧 五六七八 谁是谁的娘啊 你是我的儿子 我是你女 你是我的娘 我觉得应该叫个保洁 这样还能省点时间 干点别的友谊的事儿 平时你会说偶尔做的家务 也是一件友谊的事儿啊 你怎么今天没教育我呀 对 你也知道自己喜欢教育人啊 是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我想把鲁冰换掉 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最近想换个工作 跳槽 你找到夏家了 算是吧 其实这事儿我想很久了 就是不知道有点怎么说呢 我就直接写上辞职信 不就走了吗 我俩这关系 辞职信也太成分了 还是得见面说 确实有点说不出头 你是不是还留恋一大 这对得好 也不算吧 怎么也得说清楚啊 她是个好老板啊 都开始发好人口了 看来你这是甜心了 谁更纠结啊 这有什么可苦恼的呀 你既然都已经决定了 那就让人士 发个通知不完了吗 关键这个稿位很特殊啊 而且我之前没有换个助理 之前呢 要不就去了公司其他部门 要不人就自己创业去了 你不是说她挺好的吗 她也觉得自己干挺好的 所以怕她接受不了啊 其实这跟分手一样 你越是想照顾对方感受 就越容易显得婆婆妈妈 托泥带水的 我觉得啊 其实这就跟分手一样 你如果太诚实的话 谈起来就很费劲 还不如找一个 比较容易说的借口 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快准很 我觉得完全可以 推到家里人头上 说爸妈反对不就得了 虽然看起来很痛苦 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你们两个都是好的 这能是一回事吗 哎 鲁冰哥 这个是余总今天要签字的内容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余总今天要过的方案和合同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余总今天组织 嗯 那鲁冰哥 我先走了 您辛苦 组织 还组织呢 不就要行程表吗 杰克 你要我帮你找的那个 呃 鲁冰哥 余总不在吗 余总他不在 哦 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找他 稍等一下 好 你过来 哎 鲁冰哥 刚刚在这个屋子里 有个单伤 是新来的吗 我怎么没有见过他呀 你不在的时候都是他在帮余总 所以你们 我不在的时候 我还有事情要忙 我先走了 哦 小鲁在哪儿 好 他是谁 啊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哦 你说 杰克呀 他叫什么不重要 我知道 好 多久了 没多久 你是不是早就有想法了 没有 他来都不到一个月 所以你以为我们俩 不会同时出现对吧 小鲁 你真的很好 细心贴心 又有耐心 又有耐心 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但是 但是就比不过这一个月 怎么会 无论我应酬到多万 在我身边的总是你 应该的吧 所以他是个意外 你还记得那次我跟王总应酬 你不在就是趴进去的 那天我喝多了 就忍不住 让他给我做了一个策划 你们刚毕业 年轻 身体又好 做得很快 联系统一晚上就做好了 年轻 身体好 上次应酬我没去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是你让我帮你去推调 那些讨厌的应酬 还不是为了不让你和那些人 浪费时间 我当然记得 但是那天真的喝多了 所以才没忍住 他的策划你通过了吗 他的联系统真的做得比我好吗 他今天拿给我看了 确实做得没你好 但也很不错 你怎么办 余总 我明明比他更了解你 各方面也都比他好很多 你这样说话我太伤心了 小卢 你听我说啊 不必了 余总 我已经决定要辞职了 为什么呀 我的父母反对我 继续做你的助理 叔叔阿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他们希望我能找一份 更稳定的工作 跟着我不稳定吗 你想要我什么 公司都可以给你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样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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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你从来都没有拒绝过 公司上次放年假 你一次给我放了七天 其他人都说你很偏心 可是你犹豫过吗 那你还要辞职 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因为她 我没那么幼稚 那因为什么 爸妈希望我能过得更好一点 她不希望我跟着你到处去应酬 她们认为做公务员招酒玩我的生活 也比较有规律 总比给别人跑腿要有出息 给人跑腿 小路 你这么说我就太伤心了 这么多年你跟在我身边接触的 都是咱公司最核心的业务 这怎么能叫给人跑腿呢 凭谁把自己包装得那么有魄力 碰见鲁边居然这么优柔寡胆 我当时真打算用你说的方法 那你怎么没用呢 我没想到她碰面了 我一下就心虚了 那你就趁热打铁说了呗 我总得跟人解释一下吧 但越说就越想起她的好 觉得自己没理就说不下去了 你还说自己不是优柔寡胆 你是乖我帮你找的借口不好呗 也不是 为了能演的下一段 我还写了一篇稿子 谁知道她突然出现了 那个什么杰克 那你就是立场不坚定啊 我是觉得委屈 越说越不甘心 我本来都提到了爸妈 没想到想起了爸妈的叮嘱 想起我爸跟我说 好好跟余总学习 珍惜机会 说着说着我就 我就改变了主意 我看是余总有所在先 对 就怪她找了那个助理 都说了是喝多了 不是故意的 那小偷掏完东西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就没事了啊 也没有那么严重 看看还是心软了吧 舍不得离不开啊 余总 我觉得这事就倒没说过 下班时间叫老余 老余 这火锅我瞧了 看你说的 五六七八 咱俩谁是谁的爹呀 五六七八 咱俩谁是谁的爹呀 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我是你的爹的 什么爹的 什么爹的 饿不饿 吃点东西 不吃 我点了烤药 咱来一起吃点 饿 周末没跟你说什么吗 说了 他说让我自己的事 自己做决定 我这都是我自己粗心大意 辜负了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